What's up guys, it's Kevin here,大家好,我是凯文 我上次的视频有跟大家提到过 我这周会来新西兰的南岛玩,对不对? 我也提到过我在南岛玩的时候 如果住进了一些比较奇特的房子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今天呢,我们就住进了一家非常非常奇特的小木屋 那今天呢,我就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一家在香蕉野外 但是同时又非常精致的小木屋 I finally stopped running now With you I found my peace somehow Let go of every thought that was holding me back Yeah I'm in love with you in every way That joy you give me every day Makes me forget that I was troubled before Don't know if I'm dreaming I'm sleeping away I hear your sweet voice Then I see your face I never knew you could love 这个小木屋大家可以看到真的在香蕉野外 它后面就是一座小雪山 然后我们把车停在了这里 然后前面有一个砍柴的部分 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个空调 所以我们要砍了柴之后在里面烧 我待会儿带大家进去看一下里面烧柴的地方 Alright,大家看这边有很多柴放着 然后这边的东西我猜应该是煤气 就是你洗澡的时候要用的 还有小屋的旁边呢 有一些小羊群 大家看到没 那边有一些羊 所以你白天在屋子里也能看到很多羊 然后这边是房子的大门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 右边呢是一个小座台 你可以放东西也可以坐在这边拖鞋 然后这边是一个垫子 左边呢是一个沙发 它的沙发非常大非常暖和 然后这边是一个落地的窗户 我们再往上看的话 可以看到这边客厅上有一个很别致的灯 很好看对不对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木质的茶几 上面呢可能放了一些资料跟书 我们再往上看的话 墙壁上有一个库克山跟普卡基湖附近的地图 然后我们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附近 对,因为我们刚从库克山开下来 然后到了这里 然后我刚给大家看过外面有很多柴对不对 柴的话就是放在这个火炉里烧的 然后烧起来放到里面就暖和了 现在我们还没烧呢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精致的小厨房 这个小木屋虽然外面看上去很简单 但里面的装修还是挺讲究的 这边是一个水槽 然后这边有很多漂亮的杯子 你看挂得很整齐 然后一些调料 还有一个toaster 还有一些咖啡杯什么的 这边呢是一个烧饭的那个叫什么来的 你可以在上面烧水做饭什么的 这边是一些碟子 然后上面是一些杯子 然后再上面是一些简单的装饰品 看上去是不是很精致 在下面呢是一个木头做的餐桌 看上去还蛮简洁的 然后我们往后院走的话 这边有几个小凳子 然后在外面的话就是一个小雪山跟荒郊野岭了 然后我们转个身 看到后面有一个楼梯有没有 上面是一个卧室 我待会儿带大家看 我们先看一下楼下的这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是在一楼的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是一个大床 然后外面就是窗户 你起床之后看外面 就会看到雪山跟小动物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窗户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躺在床上的视角 大概是这样的 前面应该还有一个暖气片跟一个凳子 这个是小小的暖气片看到没 然后床的两边都有一个台灯 这个是站在床的正中间给大家拍的 然后我们往左边看的话 就是一个卫生间 这个房子比较特别的一点就在于 它的所有一些小东西都设计的很精致 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右边是一个淋浴房 透明的玻璃的 然后在右边是一个马桶 然后在左边的话就是一个洗漱台 然后卫生间还挺简单的 但是这么小的小木屋 有这么大的卫生间 已经算是挺好的了 我们现在从卫生间出来 往楼上走 沿着这个楼梯往楼上走 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我们现在上去吧 我先把鞋子脱了 其实楼上也很简单 但是其实还是挺温馨的 因为空间很小 有一种被包住的感觉 这边是一个单人床 然后这边是一个双人床 所以你睡在里面的话 头顶感觉就是被包围的感觉 还是很舒服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窗户 你可以看到外面 荒郊野岭的样子 然后往左边看的话 也是一个小台灯 跟一个小的暖气片 然后我们沿着楼上 往楼下看的话 这边右边有一个毛肉肉的东西 搭在那个过道扶手上 感觉还是蛮暖和的 然后我们再从楼上的视角 看一下楼下 右边是餐厅 左边是客厅这样 然后透光还是挺好的 基本上整面墙都是玻璃 然后我们现在要升一下火 这边的木柴 我们先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木柴放到里面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个燃料 我们待会用火柴把燃料点起来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 放到下面 然后拿火柴点它 来点上了 看看看看 看里面点上了 点上之后呢 就把木头围起来 这样就可以烧木头 好嘞完工 关门 然后我现在穿上衣服 我们去外面再批点柴 因为那点柴火肯定不够烧 我们走 然后这边这个呢 就是批柴火的机器 不能叫机器吧工具 然后你把木头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再用这个锤子一敲 就可以批柴成功了 我现在给大家批一下 就是这样就可以批柴了 好了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住的这个小木屋的所有介绍 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住在这样的小木屋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 还有不要忘了告诉我 你喜不喜欢在旅途中的这些house tour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转发和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Peace